轮回炎佐助 作为佐助后期的常驻形态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虽说有着天手力这个上限很高的技能 可是佐助在疾风转里对他的开发并不成深 用的最多的还是自己拥护万花筒的能力 就疾风暴中 轮回炎佐助的实力表现就很强了 这次羁绊更是把它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 我们直接来看轮回炎佐助的平A 1A向前方出拳 2A双剑连砍 3A用家居土命将敌方打退 4A向前飞跃斩击绕指敌方身后 4A命中后会使敌方跪敌 那么上面这4A就是佐助的所有前置平A了 在没有命中敌人时 上中下三段攻击都只能打到第三A 中段攻击第5A用家居土命剑向前冲刺斩击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飞 下段攻击第5A用低暴天星的引力攻击敌方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倒 上段攻击第5A向前挥砍使敌方倒地弹起 第6A向上突出好火球将敌方打得更高 远程攻击的特效变了性质没变 空中攻击也是得到了强化 可以稳定新线连击 投机上佐助有着一个快启动的持续性近距离投机 命中后会使敌方直接倒地不能连招 判定持续整整0.5秒 骑手很快 可以轻松截停查卡拉冲刺 也可以截在平A或者技能里 整体性能非常不错 可惜不能连招 4代的时候特殊技是家具土命 向前快速释放出一道贯穿半途的家具土命 接触到敌人会造成硬直 是一个骑手比较快的脱手干扰技能 不过说实在的也没那么好用就是了 羁绊里之招被直接删掉了 1号位忍住是黑色千鸟 发动后向前冲刺4分之3个地图 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跪地 可以行进连招 表现力场和千鸟没什么太大区别 吃法期间可以通过次调取消比较灵活 距离一秒以后会释放天手力 顺移到敌方面前进行攻击 顺移和攻击不是无缝行接 敌方如果动了就打不着人 距离期间无视各种近战接触的攻击 包括忍者的投机技能和奥义 不过吃不掉飞行物类的人数 只要是飞行物类的人数都可以打断蓄力 2号位人数是家居土命飞檐 就是以前永恒温花筒的技能 覆盖范围和黑色千鸟差不多 都是4分之3个地图 可以在空中释放 命中敌方后使敌方跪地 可以行进行各种攻击 空中释放时会根据高度重置落点 跳太高会打不着人 可以说走住这两个技能 对连招的兼容性都不错 并且本身的性能也很好 强力的技能阻击 和本身不错的基础能力 让他在四代时 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角色了 奥义是禁欲雷神 发动后从敌方脚下探出家居土命 间隔半秒出发判定 可以期待平衡和技能力 实战力直接释放命中概率不大 并且前腰比较明显容易被打断 那么接下来就让咱们来看看 所住的各种奥义演出 人们在这是一种修正的 和尚志数人 决定 是是一种革命的 我离开 要那么接下 热门 热门 中断 要稳革命的 不仅仅无法 打開 勝負有 こんなところ 行くぜ刺激 はしゃいすぎて最後でヘマするなよナルト 勝負有 こんなところか さくらどいていろ 私だって 行くぜ これは革命のための一歩に過ぎない 次は 勝負有 勝負有 こんなところか 第7波 撃ってばよ うくぜ サスケ サグラジェン 入っていきます 行け ナオダ タマキシ ナト サカ ごめんな 過去は俺の手で断ち切る それだけだ 勝負有 二人ども ちょっち耳かせ なるほど お前 本気か おい トイロケ 逆ハーレムの術 やはり うへへ 子猫ちゃん うおおお この姿 我看過了,我會不會讓我看見 勝負有 好 SASUKE,我們一起去那裡 我現在已經沒有存在你 我看在我眼前的眼睛 我不會講的是我的老家 我會知道 我會成功的 這樣 我會變成的世界 我會成功的作為迷 决心以后变成虚左能够完全体 技能得到改变 不过这个状态非常弱 正常不建议觉醒 我们也是直接来看他的平A EA向前挥刀 2A反手再次挥刀 3A向前方丢出三团家具土命 将敌方击飞 没有命中敌人时 平A也可以直接打满 投机是蓄力以后向前抡一拳 判定范围非常非常小 都打到敌方面前了都没有判定 命中敌方以后 敌方会弹起来 但是打不了连击 这个投机的性能比6位还有无语 光是这个判定距离就真实没法用 1号位忍术是虚左能够千鸟 执法范围和黑色千鸟一样 打满共造成4次伤害 最后一段伤害将敌方击飞 2号位忍术是以前的特殊剂斩炎 发动后向前方斩出一道火墙 命中后会使敌方跪地可以连招 斩出的火墙可以抵挡飞行物类的人数 伪装结尾的觉醒就不重复给大家放着看了 丢一条链接 大家可以去六道迷人定期去看 已经在这个系列反复登场好几次了 就不继续重复了 好的 那么上面这些就是轮回炎佐助的全部能力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进实战 还原巨强 轮回炎佐助对战六道班 这场较量究竟会是技术的比拼 还是纯度的比拼呢 开局佐助试探性的向前探了一下 班没有进攻 拉远观察之后 直接查卡拉冲刺 但是被反制了 班试图压制 走出招准机会开启OE 但是被打断了 班直播也想平A接大 但是硬质给的不够 被手里剑打断 拿到骑手回后 查卡拉冲刺接了一套空中攻击 佐助还想压起身 直接开启OE 但是直播放早了 反观躲看OE 平A打断佐助头几 直接平A接大 佐助技能开慢了 没能打断 OE结束以后 班想前压 佐助用防御打了一波节奏 空中攻击 B数班的替身 班落地 直接忍拒将佐助炸飞 查卡拉冲刺跟得很紧 空中攻击 压住佐助起身 佐助交出提身 没有立刻进攻 开始迂回 中机里 用忍者冲刺起手到了班 双方护交替身 谁都没能沾到好处 班直接选择拉开 连续后撤 一路拉到了板边 同时想要冲刺起手 双方对撞 佐助预判反击 班直接开启OE 命中佐助 看来还是班打得足够有纯度 连不起来就丢打 佐助连吃班 两个提身选择开大 被躲掉了没关系 再开一个 可惜班一个OE都不吃 直接压住了佐助 班现在没有提身了 佐助的查克拉劲底 查克拉冲刺逼出佐助提身 被起手的问题不大 佐助也空了 班这波 忍者冲刺给佐助 调整了一下位置 再次开A 打了两套平A 最后用4A的倒地 收了一个尾 双方秒踢后 班想OE收尾 但是被剃掉了 收了一件片提成功 可就被起手了 不过班A空了 想要拉开 佐助不给机会 再次查克拉冲刺跟上 4A接冲刺 开始灌空中攻击 查克拉冲刺再次取消 又灌了一套 这波伤害真的拉满了 还没完 还想继续压起身 预判翻滚着好角度 直接平A压住 直接逼掉了班 刚恢复好的提身 再次忍者冲刺起手 空中攻击 收下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开始 佐助抢到了先手 又是直接打了两套 空中攻击 伤害很可观啊 想接OE 可惜空中攻击接不上啊 不过没关系 直接走了过去 又压住了班的起身 想要OE再逼一个提身 可惜被打断了 秒踢没关系 班这波查克拉冲刺 接平A拿到反手 OE再次命中阻住 OE结束以后 班想恢复查克拉 佐助开始迂回 再次冲刺B出提身 紧接着迅速拉远 躲开班的投机 双方再次迂回 班有点绷不住了 查克拉冲刺 强行起手 但是被提身节奏打到 一套连招 把自己的提身全交光了 只要查克拉后车拉开 佐助人者冲刺跟上 凭A略有失误没关系 直接冲刺跟了上去 补救回来了 打了一套空中攻击 紧接着接上了一道飞烟 还没完 因为飞烟重制的状态 查克拉冲刺继续跟上 最后收尾的千鸟 被班碰巧躲开了 很可惜 冲刺B掉班的提身 这波自己也秒跌 再次拿到节奏 拉开以后 班想靠近 佐助想后撤回 分下查克拉 可惜剑班不给机会 佐助志浩与其对撞 直接忍者冲刺 成功起手 再次必掉班的提身 这波又吃满了一条空中攻击 但是问题不大 佐助的资源 再次恢复到一个 很不错的状态 班想奥一压起身 但是佐助不吃 踢掉了以后 直接千鸟 班处理的也是很冷静 一个跳跃都开 班这里还想拉扯 佐助直接查克拉 冲刺不给机会 必掉班 最后一个提身 再次开连 伤害打完以后 手里面打起力 黑色千鸟 吃掉轮目 这一波的决策 真的太给力了 班现在只成一个血皮 佐助不给机会了 再次压起身 品A结束战斗 可以看到 和之前打名人的时候不同 这次佐助走了一个 纯技术流的战略 可能主要原因 还是大招都被打断了 没能进入自己的节奏 也是能看到 这个角色整体的性能 都是很猛的 是一个究极风暴 机万里相当好用的人者 好 那么咱们下期视频的主角是初天 初天从疾风转开始以后的 所有版本都是皮肤 不改变技能 下期视频也是给大家都看一下 那么还有什么 其他想看的角色 可以发在评论或者弹幕里 角色更新的牌表会放在片尾 大家有兴趣 可以暂停观看 那么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加关注 支持一下 你们的三连和关注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三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